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克里斯丁·沃姆斯 星期三在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上说 美国在亚太地区面临来自中国的挑战 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军费开支不透明 以及中国在太空、网络、南中国海的行为等一系列问题都令人担忧 尽管扩张利益是一个国家崛起的正常行为 但是中国在这一地区一些持续不断的行动和投资 引起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质疑中国的长期意图究竟是什么 沃姆斯说中国的全面军事现代化包括发展弹道导弹 反舰巡航导弹和太空武器能力 这些看来似乎是要对抗美国的军事能力 参加听证的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洛克利尔上将说 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影响当地的安全与稳定 他说中国在南中国海进行大规模填海工程 这意味着他们能够对一个有争议的地区施加更大影响 他们在那里填海造岛的活动最终可能导致在那里部署军事力量 例如远程雷达和先进的导弹系统等等 洛克利尔上将说到目前为止菲律宾越南等对斯普拉特里群岛 有主权要求的国家对于中国的行为无可奈何 他们的任何行动都无法使中国放慢速度 这些国家认识到要阻止中国需要改变这一地区的战略环境 近年来美国还担心自己的军事优势 由于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而正在削弱 从而影响到美国的亚太政策 主持听证的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索恩伯里说 美国军事技术优势被削弱有多种原因 其中有我们自己的原因包括削减开支 还有我们的军购制度跟不上技术发展 再加上一些竞争对手盗窃了我们大量机密 然后加以利用 洛克利尔上将说美国必须维持目前的军事技术优势 而目前的自动削减军费开支的政策不利于美国安全利益 现在我们被迫制定一个受到资源制约的国家战略 而不是一个由长远国家利益主导的得到充足资源的战略 自动削减开支会迫使我们的军队规模 结构和战备状态受到损害 不过来自北卡罗莱纳州的共和党众议员琼斯认为 增加开支将加剧美国的债务负担 我们怎么可以继续靠借债来消费 然后告诉中国人应该如何如何 你觉得他们会当回事吗 对此国防部副部长沃姆斯回应说 我们处于一个互相依赖的全球经济 我们是中国的重要顾客 保持美国经济活跃增长很重要 中国也看到了其中的价值 另外他们也认识到 虽然他们在进行军事现代化 但美国的军事力量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 沃姆斯说美中不是盟友 但是也不一定是对手 强劲而有建设性的美中关系 是世界安全与繁荣的关键 VOA卫视记者杨晨国会报道 从中方一道开创中美经济关系新格局 感谢观看